你的家里或甚至就在此时 你手中是不是也有一个 几乎是人人都有的自拍棒呢 的确自拍棒的问世之后 它改变了我们跟照片背景之间的关系 改变了我们照片的组合 甚至有人说 它把我们的自恋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你喜欢它吗 大部分人都说是的 但是也有人觉得它很讨厌 甚至成为公众场合的一种骚扰 难怪如今有些国家 特别是一些艺术馆或文化活动 甚至是游乐场 开始要禁止使用所谓这种自拍棒 自拍棒究竟怎么来的 我们考据了一下 大概它最早的起源 把一根棍子跟摄影机连在一起 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 十年前一位加拿大人 开始大量的把它推广为商业利用 当然后来制作的地方很多 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东西是来自于亚洲人的大量使用 然后推广到西方世界 看来还是我们比较聪明 或者我们比较自恋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 它的确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同时它也带来了很多新的考虑 跟新的挑战 如今全世界都在辩论 究竟自拍棒未来的命运会如何 会不会有更多的地方开始要静止使用它 自拍在2013年 它是年度关键词 到2014年 自拍棒更成了25个最佳发明之一 更威风的说法 它还被称作神器 有多神 山上 海底 雪地 沙滩 城市 乡村 还有伴奖典礼 你讲话吗 我很忙碌 我必须在四个地方 只要人可以到的地方 自拍棒无所不在 即使在这 俄罗斯三个小伙子 爬上香港346公尺高的 中坛中心大厦 没有安全防护 往下一看脚底发麻 这时自拍棒一生 一拍成名 不只如此最近这玩意儿 还被某个大人物向众 涂舌头半鬼脸 没看过这样的美国总统吧 两分钟的政策宣导短片 揭露了原来欧巴马也有自拍神器 一看就知道欧巴马不是自拍身手 但就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他 能在白宫里使用自拍棒 因为即使神器再神 有些地方因为安全理由 他可神不起来 美国最近不止一个博物馆 下令禁止自拍棒 他在背后拿自己拍照 女人就是说 别 别的 我说哇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是其中之一 理由为何 看看里面开放式的艺术品 不难理解 因为他们可能会 对我们的观众或观众 的风险 其实美国博物馆近年 因为自拍风潮 有些灿染还因此被广泛宣传 例如这一张 美国歌手凯蒂佩瑞在 芝加哥美术馆的自拍 就讓美術館爆紅 難怪同樣也禁止自拍棒的紐約 大都會博物館人員 要這樣說 我們是專業自拍 不只是專業自拍 不得不禁 因為去年光是耶誕節 美國就賣出10萬支自拍棒 它成了最熱門非有不可的禮物 但神器真的每個都無敵嗎 美國專欄作家 比較了14個價格不同的品牌 但這個超過20元 讓你拍照 直接按鈴鐺 直接按鈴鐺 操作上其實並不困難 有些還可以用藍牙控制 最長甚至可以延伸過100公分 但是30美元以下的產品 實驗後發現品質不太堅固 有的還不能受潮 如果你不想花錢買也沒關係 在某些飯店 像是休斯頓的四季 你喜歡買它嗎 已經提供和雨傘 這類必需品一樣的外界服務 如此受歡迎 難怪有人說發明這自拍棒的人 簡直是天才 1926年這張照片曝光 令人懷疑難不成80多年前 就開始自拍了嗎 比較可以肯定的是 1983年美能達這台相機 出現了連接棒子的設計 前頭還有個貼心的小鏡子 方便自拍 後來在1995年 日本的書籍也出現類似身影 有趣的是自拍棒被視為無用的發明 一直到2005年 加拿大人佛洛姆 創作出一種伸縮棒 用來連接相機 在你的鏡頭上 如果你在旅行 想在照片上 你也要把你的手拿出來 或是要求別人幫助 別人可以把你的鏡頭 他們可以把你的鏡頭放在你的鏡頭 他們可能會把你的鏡頭放在你的手上 或是要求他們把你的鏡頭放在你的鏡頭 然後你會說 不是 它是另一個鏡頭 然後他會把你的鏡頭放在你的鏡頭 然而透過谷歌搜尋 紀錄追蹤 自拍棒這個風潮 還是從東方開始 後來才紅回西方 怕麻煩別人的日本人 自拍棒自然受歡迎 自己拍即使NG七次也不會不好意思 他們還做個測試 無視人錯過來用手自拍 和用自拍棒自拍 可以容納多少人 答案是用手自拍 看到臉的有16人 自拍棒則是40人 我把整個家庭帶來 美麥 太棒了 但若是進到這裡 日本東京迪士尼 可是在很早就禁止使用自拍棒 比較令人意外的是韓國 韓國政府說 它是關心的 一些無線鏡頭的鏡頭 可能與工業、科技、科技、醫療的工具 所以它是確定 每個鏡頭的鏡頭 都被証明了 韓國政府來真的 偷賣違法自拍棒 可儲84萬台幣的罰金 還會坐牢 然而消息一出 不少人認為政府管太多 而在這之後 新加坡因應新年人潮 也下令濱海灣還有特地夜店 禁止使用自拍棒 搞得神器連續碰壁 別看網球好手沙拉波瓦在剛結束的澳洲網球公開賽 挑戰380人超級自拍 其實今年澳網場邊也是對自拍棒說不 就連17號才結束的巴西里約熱內爐嘉年華 遊行中神器也被規定不能出風頭 而台灣今年過年也有遊樂場在某些區塊 對自拍棒下逐客令 反觀在英國限制的並不多 但可不是人人都愛自拍棒 這位老兄特製一個無敵場的自拍棒 走上街頭 伸進巴士窗戶內 還把鏡頭對準了雙層巴士的乘客 各位照顧 他沒說如此大動作 引人注意的目的為何 或許是在諷刺自拍棒這東西 實在蠢到不行 很害怕 不特別 只是悲傷 越來越多場合距神器於門外 鏡子的由來多數不是針對Bounce本身 而是因為無法控制使用的人 下次自拍的瞬間 閉在眼中只有自己了 否則神器變兇器 恐怕是遲早的事